Hello Live 了 是不是 Hello 大家好 我們 做甚麼 你現在是否online了 咦 真的是online了 OK 大家是否覺得很奇怪 我到底現在是甚麼地方 為甚麼背景 有聽眾不是聽所有的節目的 肥仔 你真是的 這個人真是的 現在桌面 我不知道你們見不見到 其實鏡頭見不見到桌面的東西 現在見不見了 OK 大家看看 就有這個Hokkaido Fresh Cream Madeleine OK 是不是 索色 另外還有這個 字幅不懂不懂 抹茶朱古力 另外還有 Lemon Puff檸檬夾心餅 還有還有 這個迷你忌廉威法 你忌廉威法 Hello 過來打招呼快點 還有呢 這個就是才高八斗的蕭公子 嗨 那麼很邪惡的東西 這些東西他放在這裡 因為可能他擔心我 因為我過瘦 還有Ritz Bye 就放在這裡 希望引誘我 你猜一下 OK 多謝你 多謝你 還有有舞堂的烏龍 你還幫我開 小公子你真是 萬人迷是有原因的 OK 那 蕭公子可能擔心我太瘦了 所以 放這麼多的好東西在我面前 誘惑我 但你猜我又怎樣 當然是不為所動 面對誘惑我當然是沒有反應 不是 生同女王的我 會因為 這麼小小的東西 就會被迷惑 不會 雖然我知道Hokkaido的 Fresh Cream Madeleine 是很好吃的 日本那些東西真的很過分 但是 但是 當你為了你自己的身體 你是要有些堅持 知道嗎 OK 好了 上一集我們說了一部份 關於瑜伽的好處 因為上一集也有說過 它是獨有的好處 它獨有的好處就是 你做其他運動 是無法達到這個效果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譬如 如果我現在去舉鐵 我舉鐵之後 其實我獲得了strength的同時 我會給予力的 即是說我練實了 緊了 就變成我的柔軟度被犧牲了 但往往就是 瑜伽能夠同時照顧兩種東西 你說不是 我上身的瑜伽 都是很舒服 就這樣坐在這裡拉一下 有這些組合的 沒錯的 有這一種 Yin Yoga 就是很舒服地給你 麻煩你 師傅公子 謝謝 給你就這樣坐在這裡拉一下 伸展一下 那些是初級的 即是我們說初學者會做的 因為你 Flexibility不夠 其實你很多東西做不到 但是你慢慢progress的時候 你一路進步 你就會做多很多 你會發覺是需要力的東西 譬如如果有做運動的人 會知道 大家想練core 即是中間腹部的位置 即是男仔的位置 豬男仔的位置 其實就是需要做 不是 做push up sit up 還是做甚麼呢 現在很多人都在說的 叫做平板式 是吧 有一張平板式的相片是很有趣的 我看看找不找到給你們看 對了 我開了 稍等我一會兒 貓最喜歡幫人做運動 如果家裡有養貓的朋友就知道 這就是平板式 其實平板式是一個儒家的色紙 大家如果現在在聽節目 可能分不到身 但如果你說我可以的 我可以分到身的 你試一下 就這樣的形式去做 就是 人的雙手就在你的肩膀 正下方 然後 腳就是一個90度 站在我自己的腳尖上的 你的腹部 你整個背部是挺直 所以叫平板式 不要像一條蕉 也不要拱起背部 你就這樣平板 你一路聽著節目 你一路試一下做 你看看你可以做到多久 我們說了多久 可能說我半個小時沒問題 如果是你真的通知我 我請你上來表演 因為我認識的人當中 都是以秒 或者好一點是以分鐘論的 OK 我想看看你們 聰明的 你們做了多久 OK 今天是Live 沒錯 有人打錯年份 肥仔 2017年嗎 現在 你也知道吧 OK 我其實說到現在 我是未分享的 所以就給我多幾秒鐘 還有 看看大家有沒有東西要問 我可以回答一部份問題 是的 還2017年 現在已經4月了 4月了 2017年 等等 OK Post到我這裏 好 看看大家有甚麼說 肥胖的過去你 今天是否沒有媽媽 是呀 北京飲食 不是 台北飲食有限度解放之下 看你Live 有糖尿血壓 甚麼高都有 怎麼搞 怎麼搞 你當然要約我出來 我便和你面對面談 不是我想欺騙你錢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給我錢 我才會回答你問題 不是 但你要明白一件事 如果我沒有你整個歷史 譬如說你有些Bodycheck的報告 就是我有些index 有些Market可以看到 還有 還有最重要的 其實不是你的血壓 你的驗身報告 因為那個只不過是個標 那個本是甚麼 為甚麼你會有這樣的症狀 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只是吃藥去處理長期病 其實你是得不到你要的效果 因為大部分人想做的就是想有一個Miracle pill 一個神奇藥丸 吃了之後 Oh everything is going to go away But it's not going to go away It's not 我可以告訴你不會的 如果會的話 你不會吃糖尿藥要吃一輩子 你不會血壓藥 吃一吃就吃很多年 十幾年 二十幾年 三十幾年 即是解釋不到 為甚麼這個藥 不是應該是令到我好 為甚麼我沒有好 因為它不是 是處理你的問題的 我跟你坐下來 我是要了解你所有東西的 即是我經常和我的工作人員的客人說 我說其實我是好像Madam那樣 我是要坐下來 了解你所有的食物 你整個生活 舉例 如果你現在做一個預約 是下個星期見我的話 我會要求你由預約那天開始 每天的訊息 即是我幾點醒 自然醒還是鬧鐘響 然後你做甚麼 譬如去廁所 你甚至可以記錄你的便便是甚麼款 我不會介意聽 因為其實對我來說 越多資料其實越好 然後我喝了一杯水 冷的 暖的 熱的 多少mL 然後我吃了甚麼早餐 怎樣怎樣 對 全部你寫下 你有多詳細就多詳細 每天採訊給我 當我見你的時候 我坐下 我就會告訴你 其實上面有甚麼問題 做了甚麼 是對的 你那天吃漏了甚麼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在那裡 開始幫你 告訴你 讓你真是 hands on 知道你從見我 開始是怎樣改變 你的飲食 我每天見的人 例如胃酸倒流的 有高血壓的 有 膽固醇高的 甚麼癌症 皮膚病的問題都有 我是不是跟你說 其實你只是生酮 或者你只聽我的方法就可以 又不可以這樣說 但是我的方法 再輔助醫生給你的藥 你會發現 你可以一直減藥 這是我想要的效果 當然我需要你配合我 如果我跟你說完一輪之後 原來你都沒有理我 你繼續在吃麵包 在吃飯 在吃江沙和楊州炒飯 其實又幫不了你太多 因為你要知道 那個問題的形成 就是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 不會是一時三刻 而是長時間的形成 我不是在我公司 我是蕭公子公司 肥仔 肥仔 一盞燈 過一過回來這裡 還有可以放在這裏 我覺得近一點好一點 喂 喂 你們拍蕭公子 不是說笑 不是 為什麼會在這裏 你知道嗎 因為我家裡已經變成一個 徹底的貨倉 接下來會有很多好消息 大家等候公佈 好嗎 你看看 我看一看這裏 看一看這裏 收到貨的 我一定要大喊 如果你看自己的單 你沒有留到電話號碼的話 保你帶 因為我家裡有這麼大疊 一張A4只是一張單的話 我有這麼大疊是沒有電話號碼的 沒有電話號碼是送不到的 我今天才有一個又是白鄉打給我 不是他打給我 是紮吉便打給我 說沒有電話 我怎麼派 村屋一樓 如果你現在在聽的話 你知道我在說你 就麻煩你自己抱頭 好不好 因為他反過來 第一 我不知道紅茶館 假如有紅茶館 因為所有人都會買紅茶館 其實紅茶館由我去八鄉 這個過程我補到他沒事 但是他在那裡等你醒覺 你沒有給我電話 不知道等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 我就不知道他捱不捱到這麼長時間 所以你們乖乖生性好嗎 自己補回電話號碼 自己檢查好嗎 自己檢查自己的單 有沒有下電話號碼 沒有的話就自己生性給我電話號碼 有沒有人很乖的 你一直在聽節目 一直在做平板式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如果有 有沒有人現在還在做 肥仔 你試試吧 你一直在做平板式 一直支持著 你可以在這裏做給大家看 你看看多壞 我怎樣去講講得牙血都出 都不理我 你冷靜 我想回覆大家有些問題 有個聽眾 B字頭的 就姓C字頭的 他就說 為何做冠腸越做越肥 你覺得這個人很可怕 我想告訴你 C小姐 這件事是不會發生的 OK 為何不會發生 就是 咖啡冠腸不會影響到 你身體裏面的二度數 是不會的 甚麼會令到你肥呢 是三種賀爾蒙 主要是兩種 更加主要是一種 最主要是因為胰島素 因為胰島素的作用就是 幫你儲存脂肪 你吃到東西 它就會 令到你的胰島素升高 吃不同的東西 會有不同的影響 譬如 如果我吃這些 小公自己招待我的 這一堆好的東西 那我的胰島素 會吸糖會飆升 你血糖一飆升 你胰島素就會出擊 希望將你的血糖 回復正常水平 所以你會突然升上去 好像下降回來 你就會覺得 咦 飯器攻心 會累的 這個就是告訴你 其實你的血糖 是一個波動的意思 好了 你知道你吃這些 有糖分的東西 我的糖不是米紙邊 是柚子邊 就是細紙 那它就會變成血糖 它也會大幅度 刺激胰島素分泌 它也會大幅度 令到你的身體儲存脂肪 OK 所以如果你說 我是內臟脂肪高的 我是有脂肪肝的 你最不應該做的 就是吃有糖分的東西 因為你一路吃 它就一路跟你儲存 它一路儲存 其實沒有問題 如果你是準備冬眠的話 你像啤啤 你可以冬眠到三個月 四個月的話 那沒問題 你就多儲存 但是我發覺 我們現今的人 是喪儲存 儲存到什麼位置呢 是儲存到永遠都不用 其實你真的不用煮 不如你拿出來用 那你什麼情況之下 會拿出來用呢 聽眾如果聽了一段日子 其實你已經知道了 就是你不吃東西便會用 你斷食便會用脂肪 你不斷食 你生酮便會用脂肪 其實生酮也好 斷食也好 兩個其實達到同一個效果 就是令到你的血糖水平 BHB β-hydroxybutyrate 上一集也有說過 現在直接出了製品給你們 就這樣買吧 那你買 你可以自欺欺人的 你可以覺得 我驗了有紫色 但我告訴你 什麼叫自欺欺人 就是因為他真的 是自己騙自己的 你驗到有紫色 他告訴你身體裡面有 因為是exogenous 就是吃進來的 不是身體自己產生的 我上一集說了 如果你是有腦退化的 或者你是需要跑馬拉松 你是可以吃 是為了令到你的大腦功效到 令到你的sport performance更好 但是 如果你是希望得到生酮的好處 譬如皮膚鋪了 光滑了 睡得好了 身體裡面的發炎全部平息了 你會越來越精神 越來越健康 可以長時間 不用吃東西 有一堆很好的好處 包括大腦 好像超級充電 超級充電 這些 你只靠 exogenous BHB 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吃了下去 你身體覺得有這件事 但是你的胰島素 你怎樣解釋 你明白嗎 它不會解釋 它不會 吃了BHB 就令到你的胰島素沒有分泌 因為你每一次吃東西 都會刺激胰島素分泌 所以為什麼不應該小食多產 小食多產是一個廢話 是終極的腦點 粗俗地說 是終極的腦點 因為你每一次吃就刺激 每一次吃就刺激 至一刻 你變成了糖尿病的前期 就是因為 因為你胰島素一直分泌 你的身體每一粒細胞 都浸著 被胰島素浸得飽和 那你的細胞就覺得 你一向都在 我根本不用聽你說 因為其實本身是一個信號 胰島素分泌出來 就是跟你說 壓低血糖 是要回復 但因為它一直都這麼高 就不回落 那你的血糖水平 就一直都這麼高 你明白嗎 那你就一直都 做什麼都沒有用 而其實這個 胰島素高期 才是真正三高的原因 你問我 我是這樣回答你 真正三高 背後就是胰島素高期 insulin resistance 你真的已經不聽完 完全不理你了 所以你要明白真正背後 如果你可以去到根源 去解決問題 表徵就會消失 就是說很簡單 如果我把上流污水處理了 我下游就會清澈 而不是不斷地 在下游那裡 不斷地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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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下次再去小學 同學聚餐 或中學同學聚會的時候 你是全場最年輕的人 突然有些人會問 你瘦了那麼多 你怎麼瘦 你怎麼會合作那麼多 這些就是你生酮後帶來的好處 是你自己知道的 而你只靠吃BHB 是給不了這個效果給你 但BHB可以給誰吃呢 我上次說過 我媽媽有腦退化 她吃了會好的 因為第一 我睡不到她去生酮 第二 你解釋極她都不明白 但她有腦退化 腦退化即是她的身體沒有辦法有效地 她的大腦沒有辦法有效地使用葡萄糖 所以我就要賣給她 但是你要看別人看情況 所以包括你怎樣吃 即是你肉的比例 脂肪的比例 還有其他比如蔬菜 你什麼要吃多 什麼要吃少 你要吃什麼補充 這些就是為什麼我會收你 850元做討論的原因 這個是正常的 不是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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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用了運輸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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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 要說 很老實 對不起 因為我現在只處理香港的運費 香港的訂單我已經疲於奔明 各位 其實只有我一個人做 我有找些兼職 但兼職是很不可靠 回一天 第二天不回 說了回又不回 我們之前真的 我都說我們做得差 因為我們不知道怎樣去處理紅茶菌 他又不斷漏漏 漏了被人禁貨帳戶 被人停了 冷靜了 我們用了很長時間 訂了物料回來 證明給他們看 你知道怎樣證明嗎 是你寄一套 然後他倒掉 他倒掉了一個禮拜 宅吉便 很認真 日本公司 倒掉了一個禮拜 發現真的沒事了 他才肯重新開過我們的帳戶 所以我收到那些傳訊息說很失望 然後說怎樣這麼久都未到 說真的 我這個人這麼心急 我怎會不想馬上傳給你 原因就是 一 紅茶菌 吐是需要時間的 因為我寫明30天 即我不可以騙你 我不可以少過30天 所以吐是需要時間 不是說每個人都要等30天 但你有機會要等到30天 因為如果之前那批清貨 那你就要等那麼久 但如果之前還有很多 而他是過了30天 因為我寫下我何時開始吐 可能可以立即出到 所以就是好東西值得等待 因為我說了很多次 而且你應該知道 喝過的人絕對知道 就是我的紅茶菌是買不到的 你自己都做不到的 坦白說 你說不是的 網上有得教人自己做 是 但你有百多塊菌霧嗎 我的菌霧是這麼大片的 現在有些 最大是去到這樣 因為我是一個缸 最大去到這樣 是這麼厚的 枕頭的 一塊 我現在說有百多塊 我上次做 我講的上次是接近一百 現在有百多塊菌霧 你想想我那個強度 即是那個有效成分 活性的強度 不是你自己勾到的 但我不是阻止你試 你就自己試 可以的 但喝過的人就知道他有多好 即是你的腸會給你反應 你的胃會給你反應 如果有人又要再問的話 就是早晚空肚飲 一瓶預你喝一個禮拜 當然如果你經濟條件許可 你一天喝一瓶也行 我有個太太的客人 是真的一天喝一瓶 我就說你喜歡吧 我可能覺得百多元很少錢 但我每張訂單 我們處理兩支左右 我不是說有好消息要公佈 好消息就是 其實我上次也有說過 就是我買了一個中央廚房回來的 是一個持牌的食廠 到時可以大規模地生產大量的紅茶菌 明正言順買都沒問題 因為有牌子 還有做骨湯 我知道你們有很多牙痛的聲音 叫你們煮骨湯 因為我明白的 你一個住家 你怎會煮二十多三十多個小時的骨湯 我幫你煮 例如我會有幾個選擇 可能會有魚的骨湯 用三文魚頭三文魚骨煮的 另外會有豬的或雞的 不同的口味 裡面會加上鯨魚 上湯用的鯨魚 加坤布 海帶去煮 整個鍋煮出來 我會煮到它變成膠 其實我之前投資過這張照片 如果你們未看的話 我給你看看我的朋友是煮成這樣 我又要出賣我的朋友 他看不到樣子 不用怕 出賣了他的貓 你看到嗎 他打斜了一個鍋 但你看到是不動的 沒有漏出來 為甚麼 因為煮得像啫喱狀一樣 已經瘋了 這個就是 我到時煮給你們的骨湯 我都要做到這個效果 就是充滿膠質 充滿collagen 這樣你們喝了之後 不只會有很多很多的礦物質 因為你說礦物質 你那個keto must have 就是你那個生酮三十天包 都有 其實如果你只是論礦物質的數量來說 那個生酮包 每天吃的包 其實是一個安全網來的 就是如果你那天你出了應酬 你沒有辦法吃到 例如說牛油果 肥牛 吃不到生酮應該要吃的東西 你在街上吃外面的味精餐 或者是落糖葉那些 不是一個很平衡 很健康的生酮餐 也好 你吃了那個 起碼它的安全網 它會罩著你 你不會掉出了安全網 你明白嗎 那就是你吃那些 如果你一直吃著 你吃著由非生酮轉生酮 你不會經歷那些 口乾 心跳 頭痛 想吐 你就沒有了那些 因為我裏面其實是幫你遮蓋的 而且你不會到時覺得 我很辛苦 我個人很沒力 為什麼呢 其實那些很多 沒力 覺得很累 其實是因為你身體裏面的 M-science produce 不切 就是酵素 是生產不切 其實我那個 裏面 已經有在裏面給你們了 所以如果要的話 就製作一盒 OK 好了 麥皮當然是不能吃的 不要玩 生酮同學會是會有的 因為除了那個廚房仔之外 另外一個地方是一個倉 兼甲是一個小門市 兼甲是同學會的聚餐 兼甲是生酮膠室 我到時會教你們做生酮的 Scones 還有Tito Bread 來教你們做 我想我一個星期會選擇一次 例如星期日 可能日後就教班 晚上就和同學會吃飯 或者不知 隔個星期到時才算 那一天就是open day 大家可以上來買酒 不用付運費 直接自己拿 但地點是有點遠的 在葵興地鐵站 走幾分鐘就去到的了 希望到時大家可以上來 交流一下 同學會吃飯 聊聊天 同學會 因為都多人 我們大家聊聊交流 但就和聚餐不同 聚餐是真是查家宅 Madam下口供 我寫了一個比喻 好像你被捲入一宗殺人案 你是一個疑犯 有嫌疑 Madam就要查家宅 由朝到朝去問問 要知道你是否在某個時段 可以離開你的工作崗位 或者做甚麼 是可以去殺到人的 所以你要明白 就是要很仔細 所以你預約了約會 你就掛居地 天天寫下 由朝到睡覺中間的所有事 好嗎 剛才那個問題 剛才我說有一個B字頭的女同學的問題 為甚麼咖啡罐廠越灌越肥 其實就不是 如果你灌完之後 你只是磅重 有機會是因為你未排出所有的水分 所以重了 我不知道是否這個情況 第二個情況就是 不會是因為咖啡罐廠肥了 為甚麼 你排出了一些縮便 其實你是會輕了的 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 其實你咖啡罐廠 是不會影響胰島素水平 剛才說了 所以胰島素令到你儲存脂肪 最後另一種壓力賀爾蒙會令到你儲存脂肪 第三種就是女性賀爾蒙 如果太多的話都會令到你儲存脂肪 即會有一個小豬腩 其實女性賀爾蒙高的話 它肥在哪些位置呢 臂肪 臂肪 那些位置 還有這裏其實這裏都可以 所以就是要改變改善 賀爾蒙過高的情況 因為它會引起很多東西 譬如一些女性的問題 就是子宮肌瘤 朱古力瘤 其實是跟女性賀爾蒙有直接關係 這些當時有些食物可以吃 在飲食上 譬如我見了一些案例 子宮內壁症候 子宮肌瘤 我今天見那個女性 她告訴我 她做咖啡罐場 一段時間之後 子宮肌瘤是不見了 沒有了 這個其實是一點都不奇怪 當日我覺得很鼓舞 讓大家知道這件事 但其實同時之間這個也不是新鮮事 因為你想想 為甚麼咖啡罐場 我要她們做 不是 癌症的患者 我要她們做 咖啡罐場 就是因為其實她對腫瘤 是有很強的抑壓作用 我看得漂亮 今天 多謝大家 讚我 因為我開心 我這段時間很開心 還有就是我個人放鬆了一些 因為這段時間清了很多訂單 我之前壓力很大 還有你知道我之前病的嘛 所以我好起來了 我的病是我的身體第一道防線 和最後一道防線的腎上線 因為壓力很大 因為你們是想像不到的 其實 2點多 凌晨2點 然後6點多 又追蹚 所以我中間就睡了3個多小時 還有我做其他東西 我現在是覺得 輕鬆了 因為 譬如我說那個 持牌的食品製造工廠 我買了回來 然後我又搞定了一個倉 那我便輕鬆了 那我的貨現在陸續清了很多 那我都開心了很多 其實我沒有胖到 我又瘦了 我有個朋友幾天之前見我 再見我 都說我瘦了 但是鏡頭前一定是胖一些的 還有打燈也會有影響 是的 咦 你有個機樓生童之後 小了三分之一 那就是了 有些人就跟我說 他有個子宮肌瘤 但是生童之後 就 是的 不知道有沒有縮度 那第一 先做Body Check沒有 第二 就是 喂 你有沒有生童 如果你可以成為一些 無理喇的東西 那就是 是的 那就是 為什麼你沒有縮度 正常 如果你真的乖乖 你聽我說 你是生童 還有你是做咖啡灌場 就縮了 OK 是的 好了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呢 我今天精神很好 因為 壓力少了 還有這段時間 OK 如果你們沒有 沒有東西問 那我就開始接著上次說 說說瑜伽的好處 好嗎 上次說了 就是說 其實 你的柔軟度會增加 這樣 上次也說過 如果你的腿 就是大腿後面 這個是屁股 這個就是屁股 這個就是屁股 這個就是你的腳 整個大腿 小腿 整個後面 是四組不同的 那四組 就是構成你的肩膝 如果肩膝緊 其實會令到你背部的彎位 那個S 那個彎位 那個Lumber 那個Lumber 是拉直了 因為它在下面拉著 它的Curve 它本身的彎道就沒有了 那就長期腰痛 我以前的拍檔探長 一直腰痛 他以前也跟我說過 他習慣了 但是 有幾次他上來我家 我們就做瑜伽 不如我教你做 做一些Stretching 都是做一些前摺的動作 或者是向前摺的動作 因為為什麼 你記得有一集 我示範過向前摺 是應該怎樣摺的 你記得 其實向前摺 你不是就是拉開 我手指沒有這樣摺 我這樣摺 你向前摺 你便拉長 為什麼有些人 向前摺 只可以摸到膝蓋 或小腿 就是因為後面拉得太緊 所以你一直向前 慢慢每天向前 向前 你拉鬆 你便給自己 後腰的部分 有多些位置 OK 還有 你如果在腰筋 你其實 它裏面那些結替組織 就是關節和關節之間 那些軟組織 是會受損 一個長期受壓 所以柔軟度 是很重要的 OK 好了 上一集也有說過 第二個點 就是我們是需要肌肉去支持 我們的骨架 不是脂肪保持住的 你自己去豬肉檔 你看看 其實那個脂肪是軟的 一塊啫喱 布丁 所以它保持不到你 而且人 30歲過後 其實那個肌肉損失率是很快的 是1% 1% 1% 1年 我講生童 你竟然吃個冰 你真是 你真是 你真是太過分了 你做甚麼 咖啡 你不用了 你不聽我說 我不開心 你們千萬不要像小公子那樣退我 知道嗎 OK 好了 講了第二個 就是你要肌肉去保持住 因為30歲你的肌肉流失率是1% 1年 很恐怖 所以你見到其實由三十幾 去到女人是五十幾歲 一更年期 就骨質疏鬆了 這跟愛爾蒙有關 也跟那個肌肉流失有關 所以要舉鐵 你需要做一些 weight training 去幫你的肌肉加強防止和減慢它的流失 最好是增加肌肉 都是那一句 你們不用怕 你不是那麼容易舉到很大隻 其實是很難的 要吃蛋白粉 其實裡面很多是有荷爾蒙的 男性荷爾蒙 Tastosterone 好了 第三個point 其實他 你做瑜伽 是幫你的姿勢拉正 很多時候你叫人不要寒貝 我們經常聽媽媽打兒子 叫兒子不要寒貝 他不是有心想寒貝 但他回復放鬆的狀態 他就是寒貝 或者說他的盤骨是歪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因為有一邊已經是扯到實了 而另一邊跟他對抗不到 不夠力 只會這樣 你是要用力 即是你要下苦工 去把自己的姿勢扭轉 去回正常 你可以去找交易幫你拍關 可以 沒問題 你一個禮拜一次一定是好的 我不會阻止你 但如果你可以做瑜伽 你可能可以省不少 因為你想一下 其實你的頭 你的人頭其實是一個保齡球 又大又圓又重 那它的重量呢 其實 絕對不輕 我當然不是請那個人頭 但你知道它真的是一個保齡球 這麼重 它其實就是一條直筆粒的石骨 去頂住 那其實你的頸 即是我很軟 我的頸很差 那條頸這些位 肩和整個背 它是要把它分散 把它分散 把這些力分散 每一節 它都在承受你的頭的重量 你怎麼會不累呢 你想一下你每天 這條幼幼的脊骨 要穿著一個大的布林波 然後你一直頂住 你又要想很多事情 做很多事情 其實這些位置一定會收緊 會累的 所以我其實都說 倒立是很好的 你倒立是把你的人 如果沒有做倒立的人 要做倒立的 你要小心 第一 確定有人在旁邊看著你 你做到也好 你真的找個人在旁邊 你老公 你老婆 或者你崩崩姐姐也好 總之你反了人上去的時候 你找他保持你的腳 因為有些人 剛剛開始 因為血液會衝到腦裡 會見暈的 所以有人幫你保持 你穩陣很多 第二要留意的就是 你如果有高血壓 你就不要倒立 千萬不要倒立 你找我做討論的時候 如果你會 我會教你其他 比較低的方法 第三就是 你剛剛開始倒立 你不要那麼長時間 你不要想著我一次倒五分鐘 十分鐘 十五分鐘 你可能倒十秒 八秒 十五秒 三十秒就算了 OK 倒立還有其他好處 就是 例如你摸頭髮 摸頭髮很多成癮 最主要其實 是在礦物質的吸收不夠 中醫就說是腎氣不夠 為什麼腎氣不夠呢 就是腎上先弱 腎氣 腎精 腎陽 腎陰 都是腎上先 其實 所以其實我很喜歡中醫 但我不喜歡的 是他背後的那種 鏡石 不要冷傷 不要喝凍飲 不要傷到你的元氣 是這件事 因為他的前提 這件事我反對 但其實他後面處理手法是沒有問題的 是相當之好的 但我要分享一個經驗 就是我自己的甲狀腺的問題 是中醫治好 但我要講到另外一個經驗 就是我有十年內吃齋 剛剛開始吃的時候 理想主義者就覺得 無所謂 白飯青菜都可以的 這樣 那我有一段時間 就發覺我天天都爛咀 即是裡面生 不知道什麼事 就去看中醫 我當時在中環上班 就去史達利街 這間很出名的藥店 把脈 問我什麼事 我就說 我三匹之 給你一支查理 清熱 清熱真的沒有了 但隔了幾天又回來 又關了 但它不是一顆 是一堆 然後我再回去 它又開過 又是清熱的 我又回去 如是者來來幾次 那時候我就在想 中藥需要不需要 需要 但是為什麼不斷地放化 我當時好像是二十一歲 後來我自己研究 我才知道其實素食裡面 是很有可能 會缺少維他命B站 尤其是維他命B12 所以純素者 是需要打維他命B12的針 或者是補充維他命B12的補充 那打針和補充的分別就是 你打針 你打一鏡 是可以捱死三個月 是的 如果你補充就要每天吃 分別在這裏 但是 維他命B站 對你整個身體的新陳代謝 對於你的神經系統 是有至關重要的 它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很重要的 而且你的身體 即是你的人有沒有能力 都跟B站有關 所以我那段時間很累 我都說 我爸爸 他真的是世事級看透的人 他跟我說 我覺得你以前吃肉的時候健康一點 但是他不是給我壓力的那種說法 他很輕描淡寫這樣說 我現在看一會兒我爸爸是對的 的確是這樣 其實人類的身體是什麼呢 其實是Omnivore 即是草食和肉食兩者都可以 即是我們有這個Flexibility 譬如牛牛它沒有的 它四個胃真的要吃菜 但是我們不是 我們是吃肉吃菜 吃肉吃菜 兩樣東西都要吃 你問我 真心回答你 如果你兩個只能活一個 我只是吃菜 我只是吃肉 你給我選擇 只是吃肉 為什麼 我可以回答你 只吃素可以嗎 可以 沒問題 但是比起你只吃肉 健康會比較差 因為必須按基酸 即是蛋白質的組合 只有動物性是完整的 因為 Essential amino acids 其實有很多的 譬如舉例三十幾種 這樣計 植物性的 它是cover到一部份 但是它不是complete 所以 為什麼我們就說 你吃素不是不行 我隨起讚嘆你 做一個佛教徒 我一直覺得你很偉大 但是 你要顧好自己的身體 你一定要顧好自己的身體 你要看著 我一直強調骨湯很重要的原因 我又舉一個例子 你研究兩個地方的人 日本人 和西藏人 日本人都吃很多肉 和牛 豬牛羊雞 什麼都吃 魚 什麼都有 他又有吃carbs 他們真的有吃飯 有吃烏冬 有吃拉麵 那西藏人怎樣 西藏人 他們不能吃菜 吃很多肉 你對比兩個地方 但他們都有吃carbs 那兩個飲食上的分別是什麼 就是 日本人有吃海洋的東西 我經常強調的 海帶 昆布 海藻 其實不是你要吃他們 你要吃他們 要吃他們含有的東西 就是礦物質 而西藏由於高地 他們是不吃的 吃不到 有礦物質的東西 所以他們是只有糖 carbs 和肉類 脂肪 你會看到他們的壽命 其實相對短很多 而且他們的三高的情況 是高很多 問題多很多 所以骨湯要喝 你煲不到骨湯 你都一定要吃keto pack 你的keto pack 再加上骨湯最好 但是你一定要兩者去組合在一起 好 接著我又講遠了 又回到短蠟 又講回你的 賭蠟 如果做到 賭蠟做不到不要緊的 我現在看一些賭蠟機 這個很簡單 我自己做了一步在家裡 自己試 因為賭蠟機 和你自己做到賭蠟的分別就是 如果賭蠟機 你就是掉在那裡 你的頭也不碰地 你真的完全可以把你的脊椎鬆開 因為其實 如果你賭蠟 我不是用手機的話 我自己賭蠟 其實你的頭在地上 除非你的手掌 你手掌就是這樣 但是 你手掌也是說真的 第一就是不夠力 第二就是 我覺得對手蠟的負擔太重 女生貪美 如果你經常手賭蠟 那些青筋會飆出來 因為是重的 所以我正在研究 有哪一部賭蠟機是好的 可能我到時會放上HKKilo.com 到時大家就可以做一部回去玩一下 它就是 當你經常倒轉的時候 你是條條的 因為其實它上面勾著你的腳 你還有一條安全帶 還有肩托著你的肩膀 你整個人可以逐節的關節鬆開 還有你把你的血流到頸裡 流到你的頭 你的大腦裡 其實你這個人會很舒服的 因為你的血從來都在腳上 所以為什麼你走一整天街 或者花一整天工 尤其是做商事很慘 站一整天 你的腳尾的青筋都出來了 血管全部都膨脹了 然後你的腳好像著火一樣 其實你中醫所說的是 你的頭要熱 你的頭要冷 你的腳要熱 但現在我們發覺 我們是頭熱腳冷 其實血液循環是不好的 其實你這樣倒轉 你的血液循環是好 因為它直接回覆了它 你也不用擔心 我不夠力做倒立 我會倒掉下來 像我講的 它有三個不同的保護裝 才會拔著你的人 譬如你有腦骨神經痛 還有腰椎間 糟了 我不會說中文 腰間突出的 這些都有很強的舒緩效果 OK 如果你做瑜伽 你可以讓自己身體有機會 那些緊張的位置放鬆 你的姿勢才會回復正常 如果它一直扯著 其實你怎樣 你唯有每個星期 去給阿姊姨拍一次 你閉嘴我一會 我先喝一口 BeeBee說 只是吃肉會生癌症 你真的坐到爆炸 我真的想 你是不是第一次看這個節目 你知不知道多少 癌症末期的病人 生同飲食是好起來的 是有文獻的 這是現在一個大的研究 就是美加的頂級大學 就是一個很大的研究 因為糖才令到你的癌症 不斷地暴增 不斷地復活 不是救命 You cannot be more wrong 我先看一看 OK OK 不要緊 David正瘦了 但沒有之前那麼索 我沒有要你娶我 所以 誰在乎 我覺得OK便可以 或者是 我所在乎的人 覺得我OK便可以 嗯 是啊 是啊 Alan 你真是知道我 或者莫里亞 整個人幫你 真的很好 OK 生同可以吃藍莓的份量 大約有多少呢 其實 這個問題我經常都收到的 Wonder Woman 就是 你可以吃什麼 和不可以吃什麼 沒有一個標準的準則 你相信我 你上網搜尋一定有的 一定跟你說 說 這些不行 OK 這些當你媽媽是女人 你一定 你一吃一定破童的 你破了之後 然後你又自己欺騙自己 這樣放了一顆BHB下去 以為 沒事 以為見到藍色就是 錯了 OK 再說一次 你的生同意 是你身體裡面自己生成的 你的同體是怎樣生成的 就是當你的身體沒有糖去用的時候 他才可以抽掉脂肪 你並不是我一路吃著糖 一路用著糖 一路吃一些BHB進去欺騙自己 不是這樣 OK 有些人我會 Prescribe 叫做BHB給他 但我大部分情況之下 我都不會 我都是那句 腦退化的我會 或者你需要跑馬拉松的我會 一大部分人我不會 所以你藍莓的份量多少 如果你問我一大部分 一大部分 我有個朋友 他 糟了 我不記得他 說他吃了些甚麼 他說自己生同了一段時間 就是子宮肌瘤那個 他說自己生同 說 又叉燒包 又甚麼 都不要理他 他是 說他自己試過 吃了些不應該吃的東西 但其實沒有破到同 為甚麼會這樣 因為他抄我 一天只吃一餐 至兩餐 我是真的一餐 他都會吃多過一餐 但他吃的東西都OK 但他偷雞吃了甚麼 他就很得意地告訴我 他驗出來還是紫色 還是藍色還是粉紅色 但原因你吃了些甚麼 和不吃了些甚麼 其實就是取決於你的血糖水平有多高 你明白嗎 即是說如果你的血糖去到三點多 上一週就好像在街上吃過 如果你去到三十 就算吃了些不知甚麼 回落下來 其實你還有大把的走斬位 但如果你的血糖水平只不過是 0.34 那麼少 你隨便吃甚麼都會掉出來 所以是看你入得多深 你明白嗎 即是 你不可以一概而論 和一個剛剛生酮的人 是要儘量很多的 因為你的身體其實 未能夠有效地去使用脂肪 但好像我已經一年了 我當然這個我都不行 但如果你問我 即是要狡惑地回答你 又很老實地回答你 我吃半個應該沒事的 即是會不會有分別 如果我吃之前我刺手指 OK 然後我吃完之後再刺手指 會有分別 但會不會把我掉下了 我想半個我承受到 但如果你是剛剛心疼的 你不要拼 還有它吃了之後 你說我還是驗到 是有紫色的 那是否真的沒事 其實不是的 因為你的胰島素 升了就升了 你升了之後 你其實是 undo the damage 我整天都要跟人解釋 你是不能 undo 即是我傷害了你 我就是傷害了你的 你傷害了你的身體 你就是傷害了你的身體 抹不了的 不能夠說我做甚麼 我哄你 那你怎樣哄你的身體 如果你真的吃了一些 不應該吃的東西 你可以斷吃 但斷吃了24至36 你問我 其實最低消費是36個小時 但我跟你們說 即是很人性化地說 你會不會可以 這一世人以後 都不再吃任何有carps的東西 你新年流浪去拜年 難道你親戚 年糕放在你面前 長輩 你九十多歲的媽媽 看著你 你可以不吃嗎 那是不行的 那譬如我 舉例 去藏歷新年 去西藏人家裡 他拿一些食物給你 那你跟他解釋你的身體 你講不到 那你就唯有吃 你吃完之後 你哄你身體的方法 就是36個小時 或者說你一個月 是要讓你自己放縱一指 你覺得 我很乖 我已經很乖 沙文魚 肥牛 牛油果 菜 一個月 又骨湯 你叫我吃什麼 我都可以吃 我很乖 那我一個月可以放縱一次 可以 那你一個月可以一次 吃你的薄餅 煲仔飯 如果有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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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破壞 糟了糟了糟了 我回來了 對不起 真的 原來 Michelle Lee Hi Daniel You're back You're here 台中可不可以玩 OK OK 對不起 大家 我剛才在那裡 全程說廢話 再說一次 訂了東西 檢查自己 訂單有沒有留電話 沒有留電話 你第一時間 WhatsApp我 你的訂單號 和你的電話號碼 因為太多人 還有 我明天會出一個Post 就是全部沒有電話的那些人仔 OK 沒有電話的那些人仔 你自己在下面留言 你的單號碼 因為我上面打了那個單號碼 你知道是你自己的名字 你回覆單號碼 留你的電話給我 崩潰 是的 OK 現在剩下四十四個 只有一斷線的人都見了 說多一個瑜伽的好處 我想這個題目已經講了一百年 就是它可以避免 因為你每次做瑜伽 其實你是把你的軟體 OK 是 take them through the full range of motion 即它的有限程度 即它動到最大那個 range of motion 你是大到最盡的 一個可以 prevent 幫助去防止退化的 還有譬如那些關節炎 因為它其實是 怎樣說 令到你的關節有一個很重要的action 叫做什麼呢 是叫做 squeezing and soaking 就是它收縮再放鬆 收縮再放鬆 其實它是會令到它增強 都是那一句 每次當自己是豆腐的人 就什麼都不做的 養尊處優的那些 是退化得最快 老得最快 因為其實你的關節 裡面的軟組織是一個海綿體 就是它只會在什麼情況之下 它是會吸收和成長呢 就是當它是裡面的液體被擠出來的時候 接著它就會重新再索過 所以你一路不動它 它就會一路蝕 但是你動它的話 譬如你做瑜伽有很多動作 它就會迫它出來 重新吸進去海綿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 你想你的關節保持得好 做瑜伽 你想你的頸頸薄疼高的位置 做瑜伽 你想同時又有肌肉又有柔軟度的話 做瑜伽 前節不要再這樣說 然後呢 你想你的柔軟度增加做瑜伽 OK 今天呢 肥仔會將兩條片剪在一起 沒有畫面 這麼多人害怕 肥仔會將兩條片剪在一起 好嗎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因為 截著 截著 就到這個 決戰中環了 OK 拜拜 截回我之前的肥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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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